你讲到了第二个问题 就是涉及到元朗的暴力事件的问题 我想呢 这个问题我本来没有太多的要补充的 因为香港的警务处处长和中联办的负责人 对这个问题已经做出了明确的澄清 这些传言都是毫无根据的污蔑 我们看到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 香港警队这一个多月来 在维护社会治安 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甚至说付出了相当程度的牺牲 他们本人承受到巨大的压力 他们的家人也由于受到网络上的各种欺凌而倍感压力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香港警方依然保持了克制和专业 我们相信 在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的努力下 一定会解决目前所遇到的各种困难 一定会克服目前所遇到的各种挑战 谢谢